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星期三结束访台行程 下午5点半乘坐专机离开 针对佩洛西访台 大陆连日来已经举行连串军演作回应 其中由星期四起一连三日 解放军会围绕台湾周边六个海域 组织实弹射击 并警告其他船隻和飞行器 不要在有关时段进入这些空域和海域 行动被指是变相封锁台湾的航空 和航海交通三日 其中台北桃源机场 星期四至少有51班航班取消 也包括来往香港的航班 台湾的交通部已经紧急开会 制定应对措施方案 评估方案包括更改航道和高度 引渡航班安全降落 本港方面截至星期三挨曼 香港航空一对来往首尔的航班要取消 国泰航空就说 正是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航班现在已经避免飞越有关空域 若干航班的飞行时间 或者因此而增加 除了民航 货运业也都随时受到影响 目前每日都有大批台湾新鲜生果 空运到港 有业界说 过往内地禁止台湾生果入口的时候 释迦和菠萝等都试过转售香港 因为历届港府都不会跟随有关禁运令 但新一届政府有机会采取不同态度 如果实施禁令 一向教授港人欢迎的台湾人土 或者没办法在中秋捷应市 另一业界也说 一旦本港禁运 台湾的时令夏天生果 包括芒果、黄浴、西瓜等 或者会暂时绝职 但相信影响有限 因为有关产品 占本港整体销售的生果比例不够一成 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 如果港府配合内地 禁止进口台湾产品也熟合式 可以彰显香港反制损害国家统一的行径 有政党就认为 港府如果要跟随 就应该向市民清楚解释 东旺记者 甚至好不道 就好 аем 走 星期间 最后回复 都会把词里一等 撇到 一斤 三 四 缘